开了眼角之后 内钩反倒明显了 那这是什么原因 大部分是因为 就是我们那个眼人扎机 它是由在那个 附着在那个内自认带上面的 还有包括外自认带 所以很多开了那个内眼角和外眼角之后 这个下点的这个力量不够 然后呢 就是它把那个外 内自认带和那个肌肉这个连接点 给它锻裂了之后 它就是显得这个内钩下移的更厉害一些 主要的问题就是肌肉断裂引起的 像刚才这个案例呢 就是从它的那个比例上来说 虽然开了内眼角 但是它也觉得开的挺大 但是从就是我们的审美比例来说 山顶五眼来说 它的两眼之间的距离 还是比它自己的单眼距离要大 所以我不太建议它 这次做一个内眼角的修复 而是把那个内钩和眼带的 那个问题解决了就好 而且它问到了一个就是 30岁做那个自己制裁天通 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是你自己的脂肪嘛 你只要这还是在于医生的操作 医生操作好了就没有任何问题 那操作不好跟年龄没有任何关系 和审美啊 操作技术啊 理念啊都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 如果说它进行一个面部天充的话 也会进行一个很好的 年轻化的一个改善 就相对来说这个手术建议 我会建议它做一个 就是内钩的天充和眼带的一个处理 而不是做一个内角修复 的这边也来说这个地方 在徒姿